这里就是电池的一个整体的进击材料趋势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当前使用的这个进击材料趋势 直接会导致未来我们能回收多少电池 回收什么样的电池和原材料的一个比例 那这里我们是用了9月份的一个高电压电池数据库的数据 可以看到就是当前的一个零酸体力体系的一个材料 它是在全球的话占据30%的一个份额 那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个贡献 未来整体来看的话 还没有啊 这上演 就是未来整体来看 就是2035年的话我们零酸体力体系的话 整体还能保持在这个份额 那么这个也是考虑到其他国家它的一个电池化趋势 以及在陆续使用该材料的一个趋势 另外就是剩下的60% 那基本上就是三元和四元材料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就是中烈材料和高烈材料 其实整体的一个市场呢 现在还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 那这里呢 我们不做过多的一个叙述 所以呢 就是接下来下一页的话 所有这些上述的这个材料的一个应用趋势啊 就决定了未来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需求是怎样子的 所以左边这张图呢 我们很明显的去看到就是沽的一个整体需求的话 相对是比较频繁的 因为现在对于ESG的一个担忧 其实车体对于无辜低沽材料的一个应用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相对来说 沽的一个增长明显是低于整体电池需求的增长的 但是相对鲤和鲤的话 我们看到鲤的一个需求的话 未来的话 它年复的增长的话是在17.8 那么这个的话 还仅仅是在EV领域的一个应用 那么如果我们考虑到土人啊 还有其他的一个小电池的应用的话 其实鲤的一个整体供需的话 未来还是一个最重要的话题 另外就是鲤 鲤的话 因为在三页材料中使用的特别多 比例是最重的 所以它本体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需求增长呢 是在年复的增长19% 这里呢 如果说未来三页 高裂三页的材料使用更多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比重应该会更大 某材料这里我们也罗列了 那这里的话 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少数的一个车体啊 去表达了对父母材料的一个兴趣 以及他们的一个研发计划 所以在长期来看的话 可能会带来某的一个需求的增长 但是最近来看的话 可能这个材料 铺猛材料呢 在2030年之前呢 可能商业化应用上还面临的一些瓶颈 那么下一页